你之所以觉得同步是因为活下来的都是同一群人 现代人 都是几万到三十万之间 同一个族群的后代 当然生理结构完全一样了 现存所有人类都属于晚期之人 而晚期之人还有一个别称 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 那么其他人呢 当然都灭绝了 也可以说还有些没有灭绝 因为其实从生物分类学来说 人科是包括猩猩 大猩猩 黑猩猩 以及窝猩猩 人类与黑猩猩的差异 并不大于不同种猫科动物之间的差异 从物种的角度来说 人和黑猩猩就是典型的表亲 实际黑猩猩不仅仅是人科 而且还是人族 当然 在人的世俗价值里 并不把黑猩猩等当人 最早的人族是七百万年前的 炸德沙赫人 也是人类和黑猩猩的共同祖先 再往前 大约一千八百到两千万年左右 樱藏高原隆起到一定的高度 阻挡了气风 非洲越来越干旱 再加上东非大猎捕的影响 早期主要生活在树上的猴泪 一部分不得不下地 下肢变得更加的发达 于是分出了人园总科 这个时期的园也被叫做森林谷园 一只保留着有力的前肢 朝着长臂园科演化 一只则继续强化下指 朝着人科演化 长臂园的上指在高大丛林 具有极强的竞争力 这注定了人科的走向 只能是往森林更边缘走 1200到1600万年左右 猩猩亚科分支了出去 它们素食或偶尔吃无脊椎动物 占据了森林边界的生态位 另外一只则更加靠近非洲草原 它们便是人亚科 虽然偶尔还在丛林里活动 但已经经常出现在森林边界 有集体猎食的行为 典型杂食 另外一只的人科则在贫瘠的土地上 演化出了更加强悍的杂食行为 黑猩猩至今依旧保留了 捕食猴子的习惯 大约600到800万年间 人类祖先先后分野 除了大猩猩和黑猩猩 人类的表亲们 也几乎完全占据了森林的生态位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我们可能是自动走出的森林 也有可能是在森林中 竞争不过黑猩猩 因为下肢进一步强化之后 在森林中的竞争力反而会下降 700万年之后 乍德沙赫人先后分野出了 千禧人族 碧猿鼠 以及南方鼓猿鼠 到南方鼓猿出现时 已经是300多万年前 经过400万年的演化 人类祖先此时 才在草原上有了足够的适应力 身体结构 也更加地适应直立行走和补力 随着脑容量的飞速提升 以及足够适应环境后 自然也迎来了种群的爆发 南方鼓猿脑容量为 450到530毫升 而猴类的脑容量只有200到300毫升 近乎提升了一倍 随着南方鼓猿活动区域的拓展 不同种群的产生 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但活动区域过大 必然产生物理隔离 由此形成生殖隔离 于是南方鼓猿演化出了不同的种数 例如阿法南方鼓猿 灵阳河南方鼓猿 非洲南方鼓猿 惊奇南方鼓猿 同时南方鼓猿先后演化出了新的人鼠 棒人鼠和啃人鼠 也有学者认为 棒人属于南方鼓猿的一种 称为粗壮男猿 当然 这些鼓猿的演化关系 只是一些人类学家的推测 也有一定可能性 只是先后灭绝的 没有演化关系的表亲种数 总的来说 和常人了解的不同 人类猿祖早在南方鼓猿时 因为活动地域的扩大 演化出了丰富的族群 甚至种群 主要在于中国中学生的基础生物教学知识体系 相对落后 或者过度地简化 主要内容还是几十年前的知识体系 在这些知识体系下 人类进化术十分地简单 例如1960年 人们眼里三菱谷原进化成南方鼓猿 南方鼓猿进化成直立人 再进化成智人 然而 在人类演化出真人鼠的时候 地球突然开启了地狱模式 第四季兵器出现了 非洲环境变得更加的恶劣 不仅干旱 还越来越寒冷 食物越来越少 大量的人类和动物在这一时期灭绝 要知道 南方鼓猿的身高也就一米出头 而直立人为主的真人鼠 身高普遍达到一点五米 长高了近半个身子 大众在看生物学演化时的时候 总是谈论这个什么进化了 那个什么又进化了 而本质却是 变异地活了下来 没有变异地统统被大自然抹杀了 直立人脑容量已经达到了一千毫升 已经是南方鼓猿的两倍 而直立人几乎和南方鼓猿 在于同一时期 从古猿到直立人的跨度 比起乍德沙赫人到南方鼓猿 缩短了很多 这里可以看到一个十分残酷的事实 个子矮小的鼓猿人 以及智力不够高的 几乎都在残酷的自然之下 悉处灭绝 也正是因为残酷的竞争 直立人大概就已经走遍了 全球大部分地区 然而 除了寒冷也就罢了 当时的非洲气候 还在出现周期型的波动 在二十万年的时间内 曾出现过五六次 森林到草原的变化过程 恶劣的气候 逼迫人类走遍踏入不同的大洲 但也因此出现地缘隔离 诞生了越来越多的人种 例如 能人 树居人 卢道夫人 匠人 直立人等等 早先时候 古人类研究 往往粗暴地把人类演化 分成三个阶梯式阶段 原人 也就是直立人 演化成古人 也就是早期的智人 再演化到新人 也就是晚期智人 但实际上 人类演化 远远比这个关系复杂得多 直立人 从一百八十万年前 走到非洲 而现代人 是二十万年前 走出非洲 直立人和现代人 是完全不同的两知人类 两知人类 都演化出了丰富的亚种 至少从一百八十万年前 我们的古人类兄弟 便开始分布于全球各地 匠人的一知 则先后演化出了 先驱人 海德堡人 罗德西亚人 长者智人 一直到现代人 即所谓的晚期之人 现代人中 科罗马人 山顶洞人 柳江人等之分 其中海德堡人的一知 演化出了尼安德特人 以上提到的人种 只是发现的古人类中的冰山一角 而人类发现的古人类化石 又可能只是人类演化史中的冰山一角 智人的演化 实际上从一百二十万年 就已经开始 在四十万年前 才和尼安德特人的祖先分道扬镳 七万年前走出非洲的现代人 和尼安德特人 发生过短暂的基因交流 所以除了非洲人之外的现代人基因中 存在百分之一到百分之四的尼安德特人的基因 演化出来的现代人 生存能力 无异于是最强大的 一些人种自己灭绝了 一些人种 则被现代人消灭了 人类拥有极强的战争属性 这或许是一百多万年前 残酷的竞争 已经铭刻到了基因之中 我们作为胜利者 除了一部分是自然灭绝的外 岂有可能还有很多人种是被我们亲手埋葬 甚至是吃掉 不仅仅尼安德特人 包括现代人种下的奥默人 科罗马农人 山顶洞人 柳江人也悉数灭绝 所有的真人属 最终只剩下了现代人 内部结构能不同步吗 二十万年前 我们有共同的先例体祖先夏娃 六万年前 我们有共同的歪染色体祖先亚当 我们的祖先 来自夏娃所在的那个种群 其他所有的种群 最后都灭绝了 但从夏娃到亚当之间的十四万年时间 当然会出现 我们具有生殖隔离的新人种 但它们还是全部灭绝了 其实在生物演化史上 淘汰才是常开 我们只是特例 美国人类遗传学杂志 曾有一篇论文认为 人类在七万年前 种群数量甚至低到了两千人 是的 人类也差一点灭绝 经过大浪成千上万年的讨喜 沙子总是会差不多的戏 沙子是身边的鹅卵石变成的吗 当然不是 它们共同起源于 亿万年前海边的岩石 把猴子当作祖先 无异于拍着身边的侄儿喊爸爸 猴子的代系比人类更快 现存的猴子 甚至包括所有的星星 黑星星 都明显是人类的晚辈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